韩联社 新外常赴北韩商讨川金会相关事宜 卫文今天下午20前后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高力航空班机前往平壤 据预测 卫文将对北韩方面强调 川金会期间新加坡政府将为保护金正恩人身安全尽全力 上月14日 卫文曾与南韩外常康金合同化 商讨双方在川金会的合作方案 当的时间5日 卫文还曾访美 会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商讨川金会有关事宜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 卫文此次访问北韩的目的 是和北韩方面就金正恩在新加坡期间的警卫和礼宾等有关安排 进行最终协调